來四個重要的採集的內容 好我們看到上面有這四個 好那簡單來跟大家來說明一下 第一個我們看到的是音聽 音聽這個東西 顧名思義英文聽力測驗 他就只考這個 他時間在你高三上學期的時候 考你兩次 然後你可以選擇成績比較好的那一次 好那音聽來講 其實現在很多科系 他可能會比較重視英文 未來其實也很重視語言 那音聽你們可以把它當作是 他其實相對其他的這三樣 相對比較少 比較小 所以我會建議你可以這樣想像 你可以想像音聽是 學測的其中一個科目 只是他被獨立拿出來考 好這樣子你等一下後面 其實聽起來會比較順 那音聽就是第一個 你會遇到的在高三上學期 然後再來 學測你人生最重要的一個考試 他會影響你 能不能考到理想的大學影響最多 那學測我們看到 他在你高三的寒假 高三的寒假可能是一月可能是二月 來寒假的時候進行考試 那是主要考你高一高二 然後科目國英數設置 國英數設置 那這邊我打一個型號 因為他不只是這樣 舉例來說 國文他除了考你國文以外 還考你國文寫作 那像數學 數學會考你數A跟數B 這個在高二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這件事情了 那高二的同學現在也已經分班群 所以一定都會了解 那社會的話就是地理歷史公民 那自然的話 物理化學生物地科 然後就是全部包在一起 總共考你這五大科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考試 然後再來 你在高三的暑假 高三的暑假會遇到一個東西叫做 分科測驗 他在七月的時候考 分科測驗這個東西在去年 去年是末代的指考 所以各位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其實以前叫指考 那如果是這邊有家長在現場 那家長應該會知道在更久更久以前 我們把七月的考試叫做什麼 聯考 儀式定江山的聯考 那其實現在比較沒有這樣子 儀式定江山的概念 主要最重要的考試其實就是學測 然後分科測驗其實也很重要 這個在七月的時候一個大考試 那他的考試科目 我們看相對於學測來講 就沒有那麼完整 他考數學物理化學生物 歷史地理公民 所以少了一些像是國文英文 然後這邊都不見了 所以到時候你就知道其實大學在採集 看大學的需求 他可能會採集你的英文天理測驗 或者是你學測裡面的這些科目 或者是分科測驗裡面的這些科目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細節 所以你會發現他的科目都有一些不一樣 範圍也有一些不一樣 等一下細節再來跟大家談 那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你要在意的就是說 綜合學習表現 綜合學習表現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我們先不要看這些小字 簡單來說 就是你高中三年裡面 你所有的學成績 你所有的表現 你做了哪些事情 整個高一到高三上學期 你做的這些事情 全部都會包在這裡面 所以裡面當然包含一個什麼 叫做在校成績 你在學校功課好不好 也會被記錄進去 所以這邊我們看到很多小字 我們現在先不要來看它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細節 我們只要知道它裡面包含的什麼 哪樣東西 第一個叫做學習歷程檔案 學習歷程檔案這個東西 在108課綱裡面 它被獨立拿出來 裡面寫到了很多基本資料什麼什麼 這個等一下講 那另外一個叫做 校系自辦真實項目 我們剛剛講到我們這邊叫做什麼 參彩項目嗎 每一個大學它會想要參考 採集你的哪一些資料 所以他們除了你的成績以外 還有你高中三年的表現以外 他們自己會要求你 OK你要做一些什麼 例如說你要來我這邊面試 你要來我這邊繳交一些書面資料 甚至你要再來考一次試 這個是大學要求的 所以總共這四樣東西 是你未來很重要的四個成績 好的我們先大概看一下 之 forth 需要 F